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活动引人注目的除了漂亮的俊男美女第五代著名导演田壮壮的到来也是让观众们兴奋不已 不过当这位电影界的老前辈被问及年轻时如何追女孩的导演这回答让全场观众忍不住大笑 那天有机会我单开一个我们咕噜鬼 我觉得这事吧是一个自己感受的东西是挺重要的 影片将于6月16日全国公映 除了能看到一众扬眼的俊男美女 也许还能勾起你情窦初开的暗恋回忆 也难怪这部影片被称为是国产青春电影的一股清流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